幾年前我和妻子在日本東京擔任傳導部領袖 有一次時任使徒的羅素納爾遜長老拜訪我們傳導部 有位傳導師問他 當一個人說自己太忙 沒時間聽他們說話時 最好的回應是什麼 納爾遜會長毫不由迪說 我會問他們 是否忙到沒時間吃午餐 然後教導他們 人皆有身體和靈體 正如身體如果得不到滋養就會死亡一樣 你如果得不到神面話語的滋養也會死亡 有趣的是 日文中的忙 漢字是由兩個符號組成的 左邊的符號代表心或靈 右邊的則代表死亡 這或許表明正如納爾遜會長所教導的 忙到沒時間滋養靈性 就會導致靈性上的死亡 主知道 在這快節奏的世界裡 充滿了紛擾與騷動 騰出高品質的時間給他 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挑戰 他透過先知以赛亞 提出了這項忠告和警告 他也適用於我們所處的動盪時代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利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靜自不肯 你們卻說 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 所以你們必然奔走 又說 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 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 換句話說 即便我們的救恩有賴於經常歸回他身邊的安息 而不會屬世的顧慮所擾 我們卻不肯這麼做 雖然在主面前沉思和反思的安靜時間 會幫助我們培養出安穩的力量 我們卻不肯這麼做 為什麼不呢 我們之所以說不 是因為我們有其他事要忙 這可以說是在騎馬奔走 因此 我們就離神越來越遠 我們堅持要越走越快 而走得更快 撒旦就會追得越緊 或許這就是為何納爾宣會長再三懇信我們 要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騎出時間給主 他提醒我們 安靜的時間是神聖的時間 是有助於獲得個人啟示 以及帶來平安的時間 但為了聽見主微笑的聲音 他勸告說 你們也必須靜下來 然而靜下來所需的 不僅是騰出時間給主 還需要我們放下懷疑與懼怕 把心思意念專注於他 正如大衛貝娜所教導的 我相信主 勸告我們要靜下來 不僅僅是不說話或不移動 他建議要靜下來 可能是提醒我們要始終如一 專注在救主身上的一種方式 靜下來是信心之舉 需要付出努力 信心的講道指出 一個人藉著信心行事時 就是在以靈性的力量行事 納爾宣會長宣告 我們必須把重心集中在救主 和他的福音上 若要努力在每個思想上仰望他 就要付出一番心理 一旦這麼做 懷疑和懼怕都會消散 大衛衛奧麦奇會長談到 而在心思意念上專注時說 我認為我們太不重視沉思的價值 沉思是專注一個原則 沉思是我們進到主面前最神聖的門戶之一 對我而言 日文中的穆一一詞 捕捉到了靜的含義 激懷著更強的信心沉思 它是有兩個單字 無為組成 左邊的字一指沒有或虛無 右邊的則一指去做 合在一起 無為指的是有意不為 照四面理解 這個詞可能被誤解為無所作為 就像靜下來可能被誤解為不說話或不移動 然而 就像靜下來一指一樣 它有更高深的含義 它提醒了我要放慢腳步 懷著更敏銳的靈性察覺力生活 我與河田貴志長老一起在北亞區域會長團服務時 得知她的妻子 河田梓美是位彩花洋溢的書法家 我詢問河田姐妹是否願意為我寫摸移的日文字 我想掛在牆上 用來提醒自己要靜下來 專注在救主身上 令我詐欺的是 她並沒有立即答應這項看似簡單的請求 隔天 河田長老知道我可能誤解了她遲疑的原因 就解釋說 寫這些字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心力 她需要認真思量並沉思這個概念和文字 直到她內心有深切的領悟 才能通過一筆一畫 表達出這些真摯的感悟 我很尷尬 因為我竟如此隨意地請了她做一件這麼耗費精力的事 我請她帶我向河田姐妹致歉 原諒我的無知 並讓她知道我想收回我的請求 離開日本之際 河田姐妹主動送了我這幅美麗的書 法字畫上面寫著母語的日文字 可又可以想像我當時的驚喜與感激之情 她現在掛在我辦公室的牆上的先位置 提醒我 要每天尋求靜下來並尋求主 並盡心 盡能 盡力 盡力地侍奉她 她的這個無私之舉體現了母語或靜的含義 勝過任何文字 她不是機械地或是處於責任來書寫 而是全心全力 真心誠意地進行書法創作 同樣地 神希望我們和她相處時 抱著同樣的誠意 當我們這麼做時 我們的崇拜就成了愛她的表現 她渴望我們與她知心交談 有一次與總會會長團開會 我做完開會祈禱後 納爾訓會長轉身對我說 你在祈禱時 我想到我們能從忙碌的行程中 騰出時間來承認她是神 她一定會感到非常欣慰 這是一個簡單卻強有力的提醒 主是多麼重視 我們能暫停片刻 並與她知心交談啊 儘管她非常希望能專注於她 但她不會強迫我們歸向她 復活的主對你粉人說 我多次要聚集你們 像母雞聚集小雞那樣 只是你們不願意 她接著提出的這項充滿希望的邀請 也適用於今日的我們 如果你們肯悔改 全心全意轉向我 我會多次聚集你們 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 耶穌基督的福音 讓我們有機會經常轉向她 這些機會 包括每日的祈禱 經文研讀聖餐教義 安息日和聖殿崇拜 如果我們將這些神聖的機會 從代辦清單上拿掉 並把它們放在無為的清單中 這意味著我們會專注用心的對待這些機會 正如和天姐妹那樣 專注用心的寫書法 那會怎麼樣呢 您可能在想 我沒有時間這麼做 我常也會有此同感 但請容我建議 或許我們所需要的 不一定是花更多時間 而是在以為神疼索的那段時間 更有意識地專注於她 舉例來說 在祈禱時 我們能不能少說一些話 多花點時間與神在一起 當我們開口時 能不能更真摯 更具體地表達感激與愛呢 納尋會長 勸告我們 不要只是閱讀經文 而是要思索玩味 多讀少一點經文 但多加思索 會有什麼不同 領受聖餐時 我們在心思念上 做更充分的準備 並在這項神仙教宜中 帶著喜樂的心 沉思耶穌基督熟悉的祝福 會怎麼樣呢 祈禱柏來文中的安息日 一直休息 在那日 我們若能放下其他憂慮 與主靜靜坐下 向祂表達我們的崇敬 會怎麼樣呢 在聖殿崇拜的過程中 我們若更嚴謹地在教宜上 或是在高榮市中 多停留片刻 靜靜沉思 會怎麼樣呢 當我們不再那麼著重於做事 而更多地著重於加強與天賦 和耶穌基督的聖餘連結時 我見證 這些神聖的時刻會更加充實 我們也會在個人生活中 獲得所需的質疑 就像路加福音中的馬大一樣 我們經常為許多事思慮 煩擾 然而只要我們每天與主溝通 祂會幫助我們知道 最不可少的是什麼 即使是救主 祂在傳道期間 也會找時間靜下來 經文中有許多例子談到 主退到必靜的地方 去山上 礦野 野地 或是到不遠的地方 向天父祈禱 如果耶穌基督會尋求安靜的時間 與神之心交談 並因祂而得到鞏固 那麼我們如此效法 即使明智之舉 當我們將心思意念 專注於天父和耶穌基督 聆聽聖靈微小的聲音時 就會更清楚知道什麼是最不可少的 培養更深切的憐憫之心 並在祂裡面獲得安息與力量 看似矛盾的是 要幫助神加速祂救恩和超生的事工 反倒需要我們放慢腳步 總是在行動 可能會加劇生活中的騷動 剝奪我們所尋求的平安 我見證 只要我們經常全心全意地歸向主 我們就會在安靜和安穩中認識祂 並感受到祂對我們無限的聖約之愛 主應許 靠近我 我就靠近你們 其免尋求我 就必找到我 你們若尋求我 若專心尋求我 就必尋見 我見證 這下應許 千真萬確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第一次 tasty小溫腦 天台駡を開拍攝 健康的名字 慢慢地詞 肩膀 靠近你 笑着一下 天台駡 笑着這麼一聲 怪一聲